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你也不胖 看来研究艺术使得老跟美的东西打交道 是不是慢慢的自己也去永远保持美的状态 好像可能得研究宋朝的吧 如果研究唐朝是不是得胖起来 你像是唐朝来人 我唐朝的 对 但是呢咱们现在先别研究人了 我觉得呢咱们研究研究这个这个这个狗吧 就是你看我这个 哈他这手机也打不开了 我呀本来是说呀 这个要聊聊这个育龄狗肉节 然后呢那天我是先看见曹老师啊 这个微博上转发了一个东西 哎你我我所以我突然发现 你还是个这个爱狗人士是吧 也不是爱狗人士 而是就觉得我喜欢所有小动物 小小从小孩到各种小动物都喜欢 看到他受伤受罪有点难过 但是我一直觉得没有理由去反对 人家吃狗肉 我看到有人发这么一个微博 我觉得他找到了一些理由 后来觉得你发完微博之后 什么理由 理由就是狗可以做导盲犬 狗在地震的时候不顾爪子 刨出血 他把主人救出来 狗可以在水里把小孩救出来 狗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他对主人的忠心耿耿 是人类的伴侣 你怎么能吃你的伴侣呢 我觉得挺有道理 但仔细再一想呢 站在吃狗肉的角度来想 想了很久之后 我想应该吃不吃不是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不吃 我不能说别人不能吃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吃 我从来没吃过狗肉 你从来没吃过 对 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有意思 在洛杉矶 在自然博物馆洛杉矶 在洛杉矶自然博物馆有一个活动 旁边坐了一个洛杉矶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刚跟他妇人离婚 妇人是韩国人 我认识 他就跟我说了一大堆妇人不好的话 最后加了一句 他们那个族类是吃狗肉的 这句激怒了我 我不吃 但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歧视 我说 你也别生气 我隔壁邻居啊 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夫妇 Mary Pashba 夫妇 Mary跟我说过 他说这个美国我待不下去 美国他吃牛肉 牛肉是我们的神 所以这位洛杉矶大学的老师 当时就一个晚上不再理我 我觉得这是一个吃不吃 是一个观点的问题 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所以现在想一想 其实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关键在于来源 来源的问题 如何处置这些肉的问题 其实说到最后 我今天想的 实际是 无论是吃还是不吃 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发泄方式 其实是就是前面咱们谈过 吴大使说的民粹 这个时候民粹精神大爆发 你觉得借这个育林狗肉节的事 是 民粹精神大爆发了 对 无论是吃也罢 不吃也罢 他都找到了一个宣泄的缺口 而且没有监管 育林的政府说 我们从来不参与 可以 你不参 你没参与过 但你有没有管理过 你没有支持过 你缺席 监管缺席 一检疫 你有没有管过 销售这个整个过程 城管哪去了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财富怎么看这事 我吃过一次 在我得承认吃过一次 虽然这个跟其他的肉 也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北京 早年间吃的 但是我觉得味一般吧 后来就没再吃过 我觉得聊这个话题 这个在路上的时候 我还在想 这要跟多少人断交 因为他实际上被我列入 饭桌上可断交的 100个题目之一的 你要这么说 那咱们都对大家都要坦诚 我也可以忏悔 我吃过不止一次的吃过 怎么样 而且就是你看 吃不是最多 陶老师你看你是研究文化的人 我就觉得 你就可以看到 文化是怎么改变 我的生理感受的 我跟你说 我对吃狗肉 有非常美好的回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西方的这些个文化 从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在武汉大学 后来这个男生 晚上就偷狗去 偷狗在宿舍里 因为大学食堂那个没油水啊 我当时觉得这个美味啊 这个好得很 然后你知道 后来我又到了广州 广州叫狗肉包 这就跟御林官方的解释一样 就是民间饮食习惯 当年广州大排档都是 就狗肉滚三滚 神仙站不稳呢 然后呢 我还在贵阳 你说起来也很残忍 当时的半夜里就说 哎 这个主持人到我们这吃 吃吃这个小狗仔啊 说这个还会说 这个北京来的领导人 都贪这一口啊 就是我就说 这是在我特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西方人的这些个东西 就吃狗肉是很普通的行为 对对 但是我说 为什么就改变了呢 是西方的 我现在就变得 不 不是说因为 这个现在真的不想吃了 而且现在你真的 拿个狗肉到我面前呢 我就觉得吃不下了 对 哎 就是说 我就发现我被文化感染了 和平演变了 哎 被西方和平演变了 对对对 玉林已经关了好几家了 我估计他们也是受到影响了 对 今年应该就是看那个情况 是比较平静啊 萧条的 因为它其实出了很多的限制 我觉得这些限制是 比如说 你不能在街上杀狗 你不能把摊摆到街上 因为前两年 这个有艺术家去做秀 就是趴那给狗的尸体磕头嘛 就是我觉得政府 他就是意识到了 我不禁止你吃 但是你不能吃的这么不文雅 这么野蛮残忍 所以让他们躲到屋子里边去吃 把这个卖猪肉羊肉的翻到前边来 把狗肉的翻到后边来 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正宗的挂羊头卖狗肉 那个招牌狗子都给盖掉了 对对对 他也怕惹事 他是那个说 那个乐视乐视 这个玉林狗肉节还做了直播 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今年这次狗肉节 在这个争议生中啊 他是个什么景况 街上 今天是农烈夏至 也是传统的 广西玉林狗肉节 开始的第一天 在广西玉林洞口村的 狗肉交易市场 当地人对外地模样的人 十分敏感 乐视拍客来到洞口村后 始终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当乐视拍客 准备进入狗肉交易 台湾比较集中的区域时 遭到了几名男子阻止 随后突然出现一名白衣男子 对乐视拍客进行推然恐怖 至于这种情况 乐视拍客立即拨打了110报警 电话中警察初步了解了相关情况 我就是进来来走一走逛一逛 然后呢 他们就这样对我进行推翻 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说我欠揍 截止发稿 玉林当地警察没有做出 进一幅回应 有点 有点欠 你觉得这个问题 就您刚才说的这个 就是那位韩国女士啊 我这就突然想起啊 他们现在讨论的 基本上就是说 当年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韩国的做法 对 其实就是说低调一点 对对 说白了 你爱去吃取 再一个 他是民族习惯 可能壮族还有这个习俗 再一个 这里面还有一个少数民族问题 我们都忽略了 我查了一下 壮族他对吃没有忌口 狗肉是他们传统的饮食之一 这就牵扯到一个民族习惯问题 这样的话 我就在想 这个爱狗人士跑到玉林 跟他们我觉得有点不合适 比如说犹太人跑来跟我闹 你不许吃猪肉 跟中国人闹 这 我足足背背都吃这个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问题啊 它就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 就是说都是自由啊 都是权利啊 比如说饮食的权利 吃狗肉不犯法 对吗 对 不犯法我就可为嘛 但是呢 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表达我反对吃狗肉 我的表达的权利 也是我的权利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两个权利 该怎么协调呢 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博弈 其实博弈的结果 我们其实能看到趋势 就慢慢的人不怎么吃狗肉 我本来是反对吃狗肉的 但是就是看到事态发展的这么顺利 就是这个反对吃狗的这个人呢 就节节胜利 我就不得不站在挺吃派这一边 我会觉得你的权利 受到的外界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你包括韩国人 现在其实年轻人就不怎么吃狗肉了 对 已经这个生意 这个行业也快差不多了 是 一代人的时间可能就要灭掉了 那我们的吃狗肉 在这种大规模的国际明星的施压 环保组织 动物组织 和所有就像这个 曹老师说的那个民粹啊 就是就是这个大的压力下 它有可能它的消亡的速度 比我们想象中快得多 曹老师你说说 其实这个狗肉吃不吃的问题 是把它你刚刚说的慢慢协调 慢慢沟通 这实际上是把矛盾推到民间 真正的核心问题 我觉得我看了一个一段视频 就是国际上有一个亚洲食品观察机构 调查了四年 发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玉林的狗肉 都是不同的狗 尺寸不同 种类不同 年龄不同 显然它的来源不一 很可能大部分都是非正当手法 他们还提到另外一个科学上的问题 就是狗的群养 圈养作为肉狗 玉林说我们这都是肉狗 其实肉狗是不存在的 现在我们的我们的一般的 饲养的可能性达不到肉狗 因为它要像狗这样的动物 如果成群的圈养 作为肉狗来培养的话 它会大批的死亡 还没有达到能阻止这一点 那就不可能有肉狗出现 我们没有听说过 大批饲养狗肉这个 肉狗这个概念 那就说明它不是肉狗 它是宠物 它可能是别人家里的看门狗 可能是别人 有可能是土狗 我们东西把它喊叫土狗 是 它也就是看家户院的那种 是 土狗 我们在北京 我们那个朱乃泽研究中心 就一个土狗看门 实际就是山上的野狗 生了小狗 拿一个回来 养养就成了自己家的 这也叫土狗 你看就不吃狗肉的人 它现在是 好像是感觉普世真理一样的 它拥有 就是说 甚至还有一个很同情的词 叫伴侣动物 他们老是想把狗 说成一个不一样的 它跟别的牛 羊 鸡 鸭 都不一样 它就是 吃它 你简直是去上了天良 但是这个 您在国外也生活过那么长时间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刚我不是说 那个印度 驻中国大使夫人吗 对 他就是说 我在美国生活 就是觉得很难受 因为大家吃牛肉 牛肉在印度是神兽 你到任何印度餐馆 你看他们不吃牛肉的 但是他也绝对不会去 站到吃牛肉的人面前 从道德上指责你 那你觉得 是不是说 我自己有种假想 我觉得可能再过个一两代人 大概就不吃狗肉了 那这个是西方文化的胜利吗 这本身是个全球化的一个说明吗 绝对是 我觉得对 他可能是爱狗的传统 是从西方开始 因为他的文明 从头到那个地步了 甚至包括他 可能他以前是像游牧民族 他这狗的感情比我们农耕的要深一点 因为我们就是看家灰二的那种一般的狗 你真的是打猎的狗 他要跟着你 确实是你的战友 这种的 他的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达到了 把他纯粹作为宠物的这种地步 但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达到的 我们就是要用它来生产 看家吃它 来这个的 那不一定是 你说的那个 如果我们的吃狗文化消失了 不一定是西方的胜利 但主要是这种文化的胜利 而且有可能是中国的文化达到了 喜欢养宠物的中产阶级 占了很大的分量 我们自己人就把自己的文化给干掉了 而不是说他把我们给干掉了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在加州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 从加州南部开到北部 中间有一段突然感到像地狱一样 好几百亩的地 全是泥 没有草 上面占了数不清的牛 肉牛 那我作为一个农耕社会 小时候还是中国 还是农耕社会 对牛还是有感情的 我看到他们站在那很难过 真的很难过 可是美国人跟着我一起在车里 这是肉 养了成坯 养了就是吃的 它这个观念不一样 那么你说是西方的胜利 或者不是西方的胜利 我倒看出感觉到事实上这个狗的这个问题是一种宣泄 借这个说别的事情 是吗 我觉得一种一种刚刚你说了普世价值啊 一种人情人道人性的关怀啊 也正好因为这些爱狗人士 他用这么一种说法 博得了很多世人的同情 他的这个说法 我其实对这个问题没有仔细想过 我都去转发这个 人家的 人家的这个说法 就说明他打动了我 至少他在人情人道人性上 这个概念上打动了我 其实说的是一个社会的价值 你刚刚 上次你说过一个 社会怎么到了现在这个地步 其实正从正面的角度来看 社会有一批人用狗来说 人情人性人道 那也是好事 美国还出现另外一个事情 一群中产阶级跑到高速公路 把运机的车拦了 嗯 他说这个机笼子呀 太扁了 机在里面都不能蹲 太残忍 从那以后 闹得很凶 这个运机的笼子得高一点 可就少运多少机 这对 您说的这个 其实就发展到了 我们从吃狗 因为大家都在撕嘛 撕了很多领域 对 就是最后就到了善待动物 又到了欧洲人的人权和伪善 说要让他们死得漂亮 因为他的包装上需要你注定 他是打晕之后宰杀的 还是清醒的时候宰杀的 这样供顾客来挑选 因为有的顾客只吃 打晕之后 我把你便晕 再把你给屠宰的那种动物 他还有出法规决定 就是一只鸡的活动面积 好像是1.5 就是像英国和欧洲这种 小于1.5 就是这个叫侵犯鸡权 就要处罚你 那就是他们的就是动物权力的保护 其实已经到了很高的水平 就高到甚至被人称为叫伪善的一种程度 我经历过一个更伪善的程度 我在温哥华加拿大 加拿大美术馆 有一个现代艺术作品 现代艺术作品里面有很 它叫方舟 诺亚方舟 有很多一对一对的小动物 蜥蜴啊 各种各样 包括那个叫叫蟑螂 还有一对蟑螂 最后温哥华动物保护协会 叫板美术馆 说这个温 这个美术馆的温度 比蟑螂适合的生存温度低两度 蟑螂很不喜欢 要把蟑螂放掉 美术馆没办法 他们叫板美术馆 这就麻烦了 这展览得停掉 跟人签的合同不能停 然后把我叫去替 刚好这个话 艺术家又是中国华裔 我去了 我说中国就是跟它谈了很久 其实最后 我也是用一个理由 我到他们那个动物保护协会 去领养一只狗 我说我要一个不太大的中等狗 要一个小公狗 要个黑颜色的狗 我说你们给我的全是错的 我说我不敢送回去 因为你说了 我送回去 你就要把这狗给处理掉 我说实际你们这种伪善 实际是一种工作 你来叫板美术馆 你知道我们每个小时的工资 我们这么一场会 得多少钱 就是为了这个蟑螂的两度 而且我们有公司专门去灭蟑螂 你为什么不去跟它叫板 这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动物的权利 应该高于人的权利吗 还是考虑不考虑 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 你说的 你说的太对了 我最后还加了一句 我说你到东温哥华 温哥华东部 你去看看有多少无家可归的人 住在20度低于它适应的环境里 怎么不去管它吗 其实我看到 你说这 你就看到文化 是吧 你就看到文化 其实呢 几千年的历史 这个文化很多都消失了 很多讲究又都出现了 好像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 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理由 就是你有你的讲究 对 我有我的讲究 对吧 你包括你看 你像中国历史上 我就记得 比如说咱有那个胡福奇社 是吧 是有什么赵武灵王 赵武灵王 对吧 那就改了 对 改了就改了 你包括那个什么 清朝满清 这打过来 明朝的人就要留发 不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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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不是有个大这个学者 就是钱千亿 就是柳如氏的那个 对 夫婿吗 对 好 柳柳柳柳氏 柳如氏还是挺有节的 这个说 你应该这个投水 对吧 你应该殉国 金火呢 还说水太凉了 钱千亿 后来呢 又说 都要剃头吗 清 清朝就是说剃头 对 好 钱千亿呢 一开始 柳如氏也跟他说 说你不能投降 你不能剃 后来钱千亿说 哎呀 这脑袋很痒 或者后院去了一趟 再接着就把头剃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留着辫子就出来了 你看着这个文化呀 这就叫套具 那个书上的画家 一直在融合 融合中又有冲突 到了辛亥革命之后 剪辫子都抱着辫子哭啊 剪成那种半长不短的 你记得吗 对对对 在当时冲突的时候 都是有人说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有人为了失去的东西而哭泣 可是最后你发现真是天地不仁 对 其实欧洲吃狗的历史比我们一点也不短 是吗 对 他在说本世纪初的时候也吃狗 再往前也吃狗 他在黑死病的时候 就是他基本上饿到几点的时候 他都吃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王道 就是你哪个社会特别穷 你逮着什么吃什么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多的规则讲究 等你这个社会特别富裕 你各种矫情 就我什么都要保护 我因为我物质很富裕 我有几样东西随便我吃的 那他就会把马 狗 什么各种小羊 鹦鹉 鸟 全给保护起来了 但是卓别林那个电影 淘金热那个电影里 在雪山上都饿死了 都快饿死了 但是有一条狗 那个狗被一个人 被他住在一起的人带出去了 卓别林就着急了 然后到雪地里抱回来之后 给观众看到狗没被吃掉 其实从那时候开始 有一个世界很有名的探险家 叫埃蒙森 是挪威的 好像就是探险南极的 他回来 他成功了嘛 就是斯科特就败了 就死在那了 他成功之后 记者采访他说 你东西都没了 你怎么吃饭呢 他说我把我的雪敲狗给吃了 那记者就很震情 说你怎么把狗吃了呢 他说 但是我怀着我的内疚和忏悔 把狗吃了 来保全我能达到极点 保生我的体力和生命 那同样的问题 有时候是把人吃了呀 是 你不是好像哲学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课题 就是说 假如咱们几个人 必须要不大家都死 要不吃了一个人 能让其他人活下去 这就是一个伦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时候 要不要吃这一个人呢 美国有一个记录 一个英国的第一批探险者 发现美国的西北部 就是波特兰前面一点 从加州到俄勒冈州 它中间有个雪山 尤其是冬天 他们到了 到了在 要去探险 找新的土地 这一批人 走到最后 走了几天 什么都吃完了 出了血就是血 出了血就是血 最后都要饿死了 不知道还有几天的血路 大家就抽签 谁抽到 谁自己解决 其他人吃他 他的夫人 记下来的 他被抽到了 他自己把自己打死了 夫人日记 日记还保存着 在第一批移民的博物馆里 夫人说 我看着他那条腿 在火上烤得油滋滋的 他吃不下去 第二天 他们发现了下山的路 发现了俄勒冈州 这是真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选择了 这个在那个 李安的电影 少年派的奇幻交流里 奇幻漂流里边 对对对 说吃了星星 吃了老虎 就是我看就有影评家分析 其实比如吃了自己的亲人 就是暗示吃了自己的妈妈 当你孤州一个在大海里边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为了生存 要干这种事情 所以今天就把这个不吃狗肉 当成一种文明的 现代文明 其实要不说 我曾经听一个老和尚讲经 他就还讲 他说你看中原的和尚讲 这个不吃肉 他说我有的时候 就是佛经里边 佛教里边有的戒 是根本戒 比如说杀到淫妄 这是根本大戒 这是无条件的 永恒的 他但是也有的戒 叫遮戒 叫什么 既然有遮就有开 比方说 有的时候 我为了不让别人 对佛教 有一个特别怪异的印象 如果既然大家都招待你 都做了 我呢 他也不妨有的时候会吃荤 他就说这个戒 是可以从全的 所以他说说 有些时候就是说 吃素最根本的来讲 是为了培养慈悲心 对 你是为了一种慈悲 见其什么 见其肉 就想到其死 见其死 想到其生 于是呢 你有一种叫做什么 同胞物语的 这样的一种慈悲心 但似乎并不是说 就绝对的就不吃 我不知道对这个 该怎么理解 我觉得 可能若干年之后 我们的后人 再看我们这一代 说 说这帮人竟然吃猪肉 这真是简直太残忍了 是 这就是他文明 怎么这么落后 我们就是吃一个植物罐头 我们就解决问题了 对啊 就是其实文明 多少年一眼镜 多少年一眼镜 甚至它不代表眼镜 它只是一个变化 你觉得它文明 或者我们会觉得它野蛮 其实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 而且你知道 有时候还有一很个人的 你比如我现在 就不能吃鸡爪子 就是因为 我有一次在杭州啊 他上那个白的鸡爪子 我突然产生一个幻觉 我觉得那像是活的 从此你知道 我就就没法吃了 一看到这个鸡就凤爪啊 我就没 所以有时候 吃不吃一个东西 并不取决于 它是高级不高级 而是它跟你有没有联系 它跟你产生了联系 就有一种情感上的牵连 你就跟自己有关系了 它在我养两只小乌龟 我还不舍得吃呢 我还不舍得吃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